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18年全国收费公路 车辆通行费减免情况 广东 广州 剧断共享单车车锁 换成私锁 近日两名女子 因破坏私占共享单车 被刑拘 山西洋泉 几年前 王先生通过熟人搭线 结识了一位 看上去财力雄厚的朋友 然而 这位朋友的一个请求 让他陷入了一场纠葛 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首先来看我们今天的热线发布 2019年8月29号 交通运输部召开新闻发布会 发布了2018年 全国收费公路统计公报 据悉 2018年末 全国收费公路 累计建设投资总额 88,823.5亿元 较上年末 净增6,479.5亿元 增长7.9% 全国收费公路通行费 收入5552.4亿元 比上年增加422.2亿元 增长8.2% 全国收费公路 共减免车辆通行费 917.8亿元 2018年 全国收费公路 债务规模增速减缓 收支缺口 趋于平缓 2019年8月28号 全国地方法学会工作会议 在上海召开 会议指出 各级地方法学会 要牢牢把握法学会的 鲜明政治属性 全面加强地方法学会 政治建设 要发挥独特优势 积极投身 全面依法治国 伟大实践 坚持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服务广大人民群众 中国法学会各研究会负责人 各地方法学会负责人 和中国法学会机关单位负责人 共200余人参加会议 近日 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 通报了上海市轨道交通领域 5年来的刑事案件情况 在地铁里散发小广告并殴打保安 以及在车厢内伸出闲猪手的行为 均首次被列为刑事案件 这是发生在地铁2号线陆家嘴站的一幕 这名女子不仅谩骂挑衅地铁特保人员 还和一旁的未成年男孩一起殴打保安 而她这样的行为其实不止一次了 去年暑假期间 该女子和另一名成年男子 组织6名未成年人 在地铁路家嘴站发放小广告 两人不仅以此牟利 更教唆未成年人碰到保安就打 至此 这群未成年人先后5次 与地铁特保发生冲突 并致两名特保人员轻伤轻微伤 今年6月 法院已组织未成年人 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 判处两名成年人有期徒刑8个月 这也成为了上海市首例 因在轨道交通领域内 发放小广告及殴打保安 而被认定为刑事犯罪的案件 此外 近期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 还首次以涉嫌强制猥亵罪 批捕了一名在轨交内 多次伸出嫌猪手的男子 近年来 本次公交领域的性侵犯案件 基本做行政处罚 没有刑事判决的先例 这也导致了行为了 反复多次作案 该案系本次首例 嫌猪手进入刑事案件 共享单车的出现 为人们的出行提供了方便 但是同时 破坏私占单车的事件 也是频频发生 近日 某共享单车平台运为人员 在广东省广州市珠海区 口腔医院附近 进行路面维护巡逻时 发现有两辆单车发出警报 你俩别走 这车子里面锁是吧 这车子里面两个骑的是吧 不是啊 不是你在锁上的干嘛 车锁被拒断了 上了自己私自的锁 为什么给他这车上私锁 然后他就说 那一个自己想骑方便一点 随后共享单车运为人员报了警 两部共享单车价值 物价已经超过三千 我们就立了刑事案件进行侦查 现在嫌疑人 目前是我们做出刑事拘留 近年来 便携的共享单车 解决了人们出行 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但同时也暴露了 部分人的素质 虐车现象频频发生 破坏单车 把那个二维码给 那个用那个 应该是用火 把它给烧烧坏了 别人也少不了 很阻碍他人的方便 因为这共享单车 就是方便大家嘛 都把共享单车 到那个绿化带里去了 挺无奈的吧 多方部门应该共同协调 来做解决的问题 针对各类不文明用车行为 不少共享单车平台 都制定了相应的制约措施 如果出现了比如说私账 或者破坏共享单车的情况 也有可能你的用 个人信用是受到影响的 那样的我们可能会 你可能会面临 比如说新价格的上涨 甚至比较严重的话 是永久交互 这样一个产阶 通过用户教育 账户冻结等等 手段来减少单车的破坏 同时警方也提醒市民 要遵纪守法文明用车 自己枷锁 这种行为 有可能是一道故意损坏财物 如果这样的自己私有的话 就会盗窃行为 如果是轻微的 可能就涉及到行政的问题 价值大的 两步三步的话 有可能会判刑的 原本是方便大家的单车 有些人偏要去为己有 只图自己的方便 那么这一次 不再是批评教育了 而是刑拘 好 我们马上来连线 央广评论员张斌 张斌老师您好 您好 小辉 对于此事您做何观察 共享单车也是单车 盗窃自行车 破坏自行车 要不要负乡的责任呢 当然要负 同样你破坏 或者说是盗窃 占有这样的一个 共享自行车 也是一种违法行为 有的人认为 共享单车 放在外面 某种意义上破坏了 或者相应占为己有了 顶多是一个道德问题 其实它都违反了法律 一辆自行车 少则几百块 多则甚至上千块 那么按照我们国家法律规定 有的就构上形式的 相应的处理的标准了 所以这里面 我们还是要奉劝这些人 别为了一时小便宜 把自己给装进去了 当然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这样的共享单车 遭破坏的现象 确实在日常社会中经常常见 那我们就需要 从多方面形成合力 刚才我们片子里 有的市民已经说了 我们是不是应该 多方共同来共管呢 确实相关的主管部门 加强相应的管理 包括停放啊 等等使用啊 那么我们的这些 单车的使用平台 是不是也应该用一些 高科技的方式 比如定位啊 以及跟相关的 这种实名制关联等等 一旦发生了问题 直接能够呢 让责任人受到 相应的一个惩处 纳入到诚信体系当中 对于这样的一种行为 才可能起到一定的 监督和震慑作用 当然了 如果触犯法律 一定要依法严惩 小慧 好的 谢谢张敏老师 好 我们再来说一说 另外一种出行方式 近年来 一种靠双脚站立 即可行驶的平衡车 流行了起来 甚至成为了一些人 早晚高峰出行时的 代步工具 然而平衡车上路 却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 近日山东青岛街头 一个拿着手机 戴着耳机的青年人 骑着平衡车 行驶在机动车道上 如果它这个车 和我们平起来呢 我们这个大刻吧 左右这边两个脚 直脚太大了 根本看不见 根本看不见 特别危险 特别是在转弯的时候 驾驶员介绍 除了平行行驶 他们还经常遇到 平衡车逆行 闪现 甚至在车前行驶 他们有时候突然停下 我们就是必须急上车 很容易老人什么跌倒了 贵州路 还有什么站桥那块 那就是什么 人民会堂那站 再有哪那块 就是香港中路那块 特别多 几乎就是天天都能碰到 记者在网络上搜索 平衡车惹祸的案例 还真不少 这是今年8月 发生在山西的一幕 一名男童在马路上骑平衡车 突然向前摔倒 快速滑到路中间 先是和一辆摩托车擦身而过 随后险些被一辆轿车碾压 今年3月 浙江海宁的小刘 操作平衡车在马路上行驶时 一辆小轿车不慎碰撞其侧轮 导致平衡车失控 小刘被甩向轿车引擎盖 头部撞击前挡风玻璃 据了解 一般平衡车的速度 可以达到每小时30公里 有的甚至可以达到 每小时四五十公里 那么针对电动平衡车 上路行驶的这种现象 北京 上海等地 也已经开展过整治行动 我们再次连线 央广评论员张斌 杨文老师 对于这种不安全 不守规则的平衡车出行现象 说说您的看法 首先这个平衡车 它不是车 它是一个玩具 或者是一个娱乐设施 因此它既然不是交通工具的话 它就没有路权 没有路权 理论上别说机动车道了 非机动车道 你也是不能行驶的 所以这些非法上路的 其实已经涉嫌违规了 而且这里面最主要的 还不是违规的问题 而是对自己的生命安全 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速度快 完全靠自己的体感 来掌握方向 掌握制动 那么无形中 就增添了很多危险的系数 所以对于这种平衡车上路 一方面我们当然要 加大这个查处的力度 另一方面 还是要告诉这些平衡车的爱好者 那么对于这样的车辆 它是存在着相应的安全隐患的 在上路的时候 是坚决不允许的 那么即便是在封闭小区 或者一些固定场所 室内场所玩的时候 使用平衡车理论上 也要做好相应的安全措施 总之 加强相应的安全监管 特别是我们家长 对于孩子的这样一种管教方式 以及社会的 这样对平衡车的 一个共同的安全意识的 防范的教育 我觉得才能让这样的平衡车 上路现象 引发交通安全的事故 才能够大大减低 平衡车是靠平衡的 但是如果突破了安全底线这个平衡 恐怕这样的车就要失衡了 好的 谢谢张斌 在这里我们也征集一下 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您有好的新闻线索 也可以通过我们屏幕下方的 电子邮箱联系我们 同时欢迎大家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节目 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条 常常有人戏称 说这个借钱容易 要钱难 几年前 山西洋权的王先生就遭遇了这样一档子事 本来他是想帮朋友一个忙 没想到却是一场噩梦的开始 当时来公司找我父亲 就跟我父亲说 老王大哥 这次过来拜访你 第一次想见见你在洋权的产业 第二个是还有点小的事情 想请你帮个小忙 当时的王先生万万没有想到 帮这个所谓的小忙 最终竟让自己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大概是在2014年的时候 我和我父亲去 因周总的邀请去贵州玩 当时周总就跟我们介绍说 有一个当地非常好的朋友 非常有实力的一个大老板 姓谢 叫谢总 想介绍给我们认识认识 王先生所说的周总 是王先生父亲的老相识 也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在他的介绍下 王先生和他的父亲第一次认识了谢某 来了以后他介绍说 他在开洋开水泥厂 是非常大的一个老板 当时给人的感觉就是 因为这个当时谢总的穿着 包括开的车 都给人一种十分讲究 就穿得特别的考究 我们并且给我们介绍了 一些企业的发展历史 包括在当地的这些影响力 我们当时就觉得这个谢总真的很了不起 而且从这个言语和谈吐上来讲 觉得这个人很有实力 也很靠谱 据王先生回忆 他们曾应邀到谢某的水泥公司参观 会议室的墙壁上挂着很多企业和个人的奖状 荣誉 甚至他们还听说 当地有一条马路都是以谢某的水泥公司来命名的 这让他们对这位谢总的雄厚实力印象颇深 包括到路上去开车 看到那个路上开的私家车 谢总还边走边跟我们介绍说 你看这个路上的好多私家车 都是拿当时他们水泥给他们付的利息买的 令王先生父子俩没有想到的是 他们结识的这位看上去不差钱的谢大老板 没过多久呢 便亲自来到山西洋犬找他们借钱 大概在2015年3月份左右 我就组终给我父亲打电话 说想来洋犬拜访一下我们 过来洋犬看一看 转一转 王先生父子尽地主之宜 招待了谢某一行人 席间谢某道出了自己遇到的一个难题 跟我父亲说 说老王大哥 这个我在当地有一点小的困难 说他在当地的银行 有一笔2000万的贷款到期了 但是因为他起一个笔货款没有回来 就是说想让我父亲拿2000万先给他用一用 把这个银行贷款倒出来以后再还给我 谢某还告诉王先生父子 除了水泥公司 他还在当地的一个零矿场持有一定股份 可以作为借款的质押物 我当时持的是49%的股份 他说49%的股份就给我们做一个质押 如果我们到期 如果到期他不能还款的话 就想把这个股权到处处置了 给我们还这笔钱 后来与谢某同行的周总等人 都对谢某所说的情况加以证实 王先生负责的忧虑也被逐渐打消 2015年3月13号 王先生和谢某以个人名义签订了一份借款协议书 协议书中写明借款期限为一个月 也就是3月16号起至4月16号止 借款利率以月利率2%计算 利息总额为40万元 到期时由谢某一次性将借款本息 共计2040万元还给王先生 并且谢某以本人持有的 某零矿49%的出资股权 作为本次借款的质押物 3月16号 王先生按照约定将2000万元 汇入了谢某的个人账号 快到了一个月的时候 给我们付款40万个利息 当时我们说利息的时候 觉得谢总对人挺想诚信的 把利息就先付过来了 然后让我们再等一等 本金回头就给我们还还 还没到还款期限 谢总就先后归还了40万元利息 这让王先生感到十分安心 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 到了约定还款的时候 谢某那边反倒是没了动静 当时谢总给我说的是 银行当时没有倒贷成功 银行给抽了贷款了 他这个钱没有从银行贷出来 所以导致这个钱暂时不能还给我 让我再等一等 没过多久迫于资金压力 王先生不得不再次联系谢某 追问还款事宜 没成想这一次 钱款依然没养 却等来了一楼账本和一封道歉信 大概2015年5月份 这个他的财务会计就来了洋权 他当时还带着企业的账本 和一封道歉信 道歉信这个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感谢我们对他的大力帮助 但是因为谢总这个企业 在当地吸收了大量的社会资金 当时跟我说的可能有2800多户 总额大概有十几个亿 没有办法归还了 所以说导致他这个企业 十分的困难 已经没有能力再偿还我们的钱 王先生想 只要能把家里的2000万元要回来 延缓期限也是可以接受 可是不好的消息却接踵而至 还跟我们说 那个股权不是49%了 它已经转出去22%了 只剩下27%的零控的股权 给我们质押 考虑再三 王先生最终决定放宽期限 和谢某在2015年7月1号 重新签订了一份还款协议 还将还款期限延长至2016年1月 总共分期期还清借款本息 第一次打了还款协议的时候 他也没有如期的还我们这笔钱 但是谢总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打的还款协议 给他要求的太高了 他没有办法按那个条款 给我们付这个偿还那个借款 然后他让我再去一趟贵州 跟他再谈一谈 无奈之下 王先生一方又去贵州找了谢某 双方于2015年11月5号 再次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 这一次还款期限 被延续至2017年6月分19期还清借款本息 然而这份协议依然没能让王先生 收回一分钱的借款 不仅如此 在之后的时间里 王先生又陆续得知一些 更加令他震惊的信息 破产管理人给我们借过一个罕见 说已经破产了 然后已经代替我们申报了债权 然后他当时给我们支下的股权 也不是他个人的 是公司的 据王先生回忆 其实从谢某向自己借钱开始 他就感觉到事情不对劲了 最终的王先生还是报了案 当时是在2017年的9月6日 报案称了 他被一个贵州的一个人 骗去了两千万元 后来受了这个案以后 我们就派了一个人 派一个韩式经验丰富的老民警 带了一些人就去了贵营 了解了一下这个企业的状况 这个企业已经破产了 进入第三方管理了 警方经过认真调查 认为谢某的行为 已经构成了合同诈骗罪 随即对其进行传唤 然而谢某却拒绝到案 我们就派人过去了 在当地公安的配合下 对他依法进行传唤 结果发现他关机失联 后来当地公安也到他们企业了 和他的居住地都早了一些 早了早 失联找不见 最终杨全警方在当地公安的配合下 于2018年4月17号凌晨 将藏匿在贵州省三会县 某宾馆内的犯罪嫌疑人谢某 抓捕归案 2019年6月4号 杨全市中级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了此案 法院审理认为 谢某的行为可以证实被告人 在向被害人借款时 隐瞒了其水泥公司 以资不抵债的事实 并且有相关证据表明 作为借款质押物的某林矿股权为被告人所代持 实际上质押无效 2019年7月12号 杨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做出了一审判决 根据被告人谢某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 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4条 第67条第三款第64条第61条 此规定判决如下 一 被告人谢某不服 申请上诉 好奇心推动孩子们探索未知 可有的时候也会将他们置于危险的境地 近日 位于浙江宁波的一栋居民楼内 一名男童的手臂被卷入了跑步机履带草中 动弹不得 情况十分危急 接到报警后 当地公安 消防和医疗等部门 迅速赶赴现场实施救援 据男童父亲黄先生说 男童今年三岁 事发当时 男童的母亲正在跑步机上跑步运动 男童一个人在跑步机后面玩耍 可能由于好奇 用手去摸跑步机 结果不慎将自己的右手手臂 卷进了跑步机后肘履带草中 听到孩子突然哇哇大哭的声音 孩子的母亲赶忙关停跑步机 并报警求助 让我来 你摆掉 摆掉 摆掉 弄刀 摆掉 弄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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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 大约经过近十分钟的紧张拆卸 跑步机的后轴被成功分解 男童的手臂也被慢慢地救出 救援人员立即将男童抱起 送上等在楼下的救护车 送往医院检查救治 记者从医院了解到 男童除手臂外皮被跑步机 刮擦受伤之外 其他并无大碍 在山东几宁 也有一名小朋友身处困境 2019年8月24号上午8时 几宁消防救援支队梁山中队 接到报警称 位于梁山县文化路5号 一名儿童将自己繁锁屋内 急需救援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了解到 原来是两名儿童在家里玩捉迷藏食 其中一名儿童不小心将自己繁锁屋内 由于年龄尚小 对事物认知度低 无法将门打开 便在房内大哭不止 一旁的家长也急得手足无措 为避免在救援过程中 对屋内的儿童造成惊吓 消防员让孩子的妈妈 在门外安抚孩子的情绪 消防员使用破拆工具组 螺丝刀进行破门的方式实施救援 经过十分钟的紧张救援 成功将门破开 被困儿童安全获救 孩子对危险的预判很低 尤其是年龄偏小的孩子 所以一定要做好安全防范措施 近日云南宝山的两个小朋友 就从大门没关炎的托儿所 溜了出来 跑到了马路中央 近日在云南省宝山市施垫县 交警巡逻时 发现两名幼童在马路中间玩耍 十分危险 巡逻交警赶紧将其护送至路边 并帮助两名幼童寻找家人 刚好看到两个就在这路中间 两个在蹲着玩耍 玩耍就还跑来跑去 然后我看了一下太危险了 之后我就用那个扩印器 我们摩托配戴那个扩印器 然后问了一下咨询说 有没有是随家的小孩 在路面上玩耍 出来领一下 当时等了大概 差不多三五分钟吧 然后没有回应 巡逻交警推着摩托 带着两名幼童边走边问 同时呼叫队友支援 这时天空下起了小雨 交警脱下警帽 为幼童挡雨 周围的热心市民 也纷纷帮忙 热心市民告诉交警 附近有一家托儿所 可以去那里找找线索 于是交警带着幼童 朝托儿所方向赶去 途中一名幼童 发现了正在四处 寻找自己的妈妈 妈妈就吸你了 交警将母女俩和另外一名男童 一起带回了托儿所 通过调看托儿所监控视频发现 当时托儿所的大门没有关研 两名幼童自行打开了游乐场的小门后 静止从大门离开 托儿所表示今后将加强管理 避免类似事情的出现 前不久 广西南宁一辆奇怪的出租车 引起了执法人员的注意 经过一番检查 执法人员发现 车内竟还藏有坑人的黑科技 执法人员当时看到出租车 旁边的那个出租车公司 所属的这个标识 已经被模糊掉 然后以及这个顶灯 这个滚动的这个广告牌 自己不是很清晰 然后就上前对这辆车 进行一个检查 通过执法人员询问 该车司机承认了自己 在未取得道路运输许可证的情况下 违规从事道路运输的事实 随后执法人员通过查询车牌号 发现该车在监督系统内 还被记录有两条投诉信息 都是群众反映 乘坐该车收费过高 于是执法人员又对车辆进行了检查 发现这个车的这个方向盘的 比较隐蔽的一个内侧的一个方向吧 常有一个微型的一个小仪器 发现只要是这个这辆车呢 进行一个打表的时候呢 即使车辆还未行驶呢 这个通过调节这个小的这个遥控器呢 这个计价器呢也是可以跳动的 短短10秒钟的时间 这个计价器显示金额就从9元 跳到了37.6元 换算下来 一分钟可以跳表近200元 随后执法人员对该车进行了暂扣处理 而这位黑车司机将面临 3万到10万元的处罚 而同一天晚上 执法人员还在一个游乐园门前 查获了一辆克隆出租车 当时呢也是发现这个顶灯呢 也是不亮的 然后执法人员呢 也是依法对该车进行了一个暂扣 据统计 8月份以来 广西南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共在南宁市范围内查获了23辆克隆出租车 执法人员提醒 市民在乘坐出租车时 可以通过观察车辆的新旧程度 标识顶灯等来辨别 该车是否正规出租车 如果车辆老旧 标识不清晰 顶灯显示内容模糊 那么该车很有可能就是克隆出租车 日前 上海的民警在查久驾驶时 突然发现路边停着一辆可疑的小轿车 车子没有熄火 可驾驶员却不见了踪影 凌晨三点多 民警发现了这辆没有司机的小轿车 停靠在路边 车上的同行人还坚称司机并未喝酒 只是去方便了 民警在对这名半躺在后排座椅上的乘客 询问后了解到 车上原本有三人 都是聚会后一同回家的朋友 就在十分钟前 驾驶员突然靠边停车 连同副驾驶人员一起跑进一旁的小区 而这名乘客也明显喝过酒 民警怀疑驾驶员很有可能是 酒后驾车 为逃避检查逃入小区 交警随即进入小区搜索可疑人员 很快就找到了一名穿着一只鞋 在小区中闲逛的可疑男子 你为什么鞋不穿 因为我刚才跟这个叔叔说过 我坐完工地刚回来 我一般鞋都在宝山区 七两三路那边 我哥让我一会打电话 我以前住在这边七两三 民警判断 这名男子语无伦次 身上还一身酒气 很有可能就是他们要找的其中一人 于是警方将其控制后 继续展开搜索 在我们调阅了小区监控之后 我们发现 一开始发现的那个行迹可疑的男子 是一开始想要和他一起躲在车底下 但是由于车底下躲不下 然后被驾驶员直接推出车外的 随即民警很快将躲在车底的驾驶员找到 从他钻进车底到他最终爬出 这名司机足足折腾了近一小时 当他终于从车底钻出后 却变称自己喝了酒但没开车 我喝酒是喝酒了但我没开车 你说没开就没开 垂气我想让你 垂气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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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现在是小的有意义吗 有意义是 好没意义抽血 抽血 有意义抽血 等一下 我不是我说我没有开车 你说没有开车酒了 我知道来来来没事没事 走走走走 三个都没开 先要飞下去 然而在事实面前 驾驶员李某终于放弃狡辩 承认了自己饮酒后 驾驶机动车的违法事实 红口交警对该男子 做出暂扣驾驶证 继12分的处罚决定 我们经常劝告大家 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确实这个酒后驾车 是很危险的 那么同样 不顾自己和他人安危的 还有下面这些飙车组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 飙车者撬起两轮车车头 仅用后轮着地 单膝跪坐驾驶 场面十分惊险 发现线索后交警立即出动 在吴州市龙虚区 一举抓获了五名飙车者 他们主要是因为 追求一个刺激 还有一个就是 年少不懂事 因为这一刻 我们发现这个飙车人员 基本上都是在16到20岁之间的 一个青少年 目前四个无证驾驶 无牌无证机动车的飙车者 被龙虚交警 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十日的处罚 另外一人虽然持有 C1驾驶证 但因驾驶与准驾车型 不符的车辆 交警部门依法吊销了 他的驾驶证 他主要的一个影响就是 尤其是晚上 他这个车速比较快 第二个改装过后 这个排气筒 发出的一个声音就比较大的 还有他们开展这个飙车行为的时候 经常是按照那些 类似于我们所说的S型的线 线路进行一个行驶 所以车速快 还有有时候呢 也有可能伴随着一些酒驾的一个行为 酒驾独驾也都有可能 今年以来 广西吴州交警持续加大 对飙车违法行为的查处整治力度 据统计 今年1月1号至8月20号期间 共查处非法改装燃油助力车 摩托车120起 行政拘留86人 近日 新疆石盒子消防接到报警称 一辆越野车不慎滑入河中 车上两人被困 需要被救援 那情况呢 十分危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